我還是對台灣人蠻有心情 因為畢竟如果台灣人的主流名義 是想要統一的話 今天的執政黨應該是白狼 統促黨 是很多所謂表面上舔共的 YouTube或是一些直播主 他視體下非常的正常 啊 知道了 就是賺那邊的錢嗎 大家好 今天來到這個宇宙級 這個入華頻道 八九的工作室 哈囉大家好 我是八九 八九我現在很好奇啊 你現在那個頻道已經 大概72萬訂戶 你當初怎麼會想到 怎麼開始這個做自媒體的呢 其實我剛開始做自媒體 是想說邊上班 假日時間邊做 因為我愛台灣 尤其是愛我自己的家鄉花蓮 所以我一開始做頻道 是想要推廣花蓮的觀光 花蓮的旅遊 很多人會說 那你做這個觀光旅遊 跟政治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現在做政治嘛 但是其實觀光旅遊 跟政治也是有關的 很大的關係 那我就會覺得說 花蓮這樣獨天得候的一個環境 也有這個國家級的 泰魯格公務員跟七星潭 它值得更好的宣傳 跟值得更好的觀光環境 因為我去過歐洲很多國家 他們做得很好 所以我就會在裡面加入一些 我對一些政治的看法 觀光政治 所以就慢慢慢慢帶入到 現在的政治頻道 那可不可以談一下說 之前慢慢因為小粉有留言嘛 那慢慢怎麼變成你的節目特色之一 因為我那時候剛開始做節目 就很多小粉會寫信說 我要約戰 我要戳破你的謊言什麼 啊就是久了就覺得 哦好 我們不然上一次試試看 那上一次之後 可能前幾期會很用心的跟他辯論 就是一定要爭一個道理在嘛 但是雖然大家笑得很開心 他在上面的邏輯也是不通 但是我發現我這樣自己好累 因為他講不聽他聽不懂 你為什麼要跟一個 你沒有必要去說服他啦 所以我後面節目會慢慢變成 你上來你就講你的 那我就讓大家看你笑話就好 我沒有必要說服你 說服你的永遠不是道理是鐵拳 他有一個 叫孤獨的昌隱 他那個時候也是看到我的影片 他那時候翻牆看到我的影片 因為一定剛翻牆出來三關都不合嘛 他說台灣怎麼可以這樣 怎麼能夠 罵我們的 習主席罵我們的中國 因為他已經覺得中共等於中國了嘛 所以他自己就拍影片怼我 那怼我的過程中怼一怼 然後當然就被我粉絲罵嘛 罵我去大概過半個月來一個月吧 他自己又發影片說 他家被村幹部霸佔宅基地 然後被強拆 然後這個影片PO上網 然後他說他就在罵村幹部 還有中共這個體制有問題 然後我就把他這個素材是拿來用 結果他又拍影片怼我 說我們中國有中國自己的問題 家草不可外揚 但是這不是你們台獨的理由 就是說你在那個過程裡面 有沒有因為跟你接觸的過程 他們也是慢慢有清醒 然後再認識到 這個中共體制是跟國外 就是不太一樣 或跟台灣不一樣的 有 還蠻多的 但通常要一個大事件 但是那個清醒的話是一瞬間的 可以舉一些例子 上海大封城吧 或者是這三年的 可能西安那個孕婦流產 或者是他家突然被大白找麻煩 就是要一個鐵拳的事件讓他清醒 這個轉變是蠻很快的 或是他到海外接觸到 很多不同的聲音的話 因為2020年開始 專心在做這兩岸的政治議題嘛 那個時候就很多人來怼我 然後在2022年的時候 或是21年底的時候 就開始有很多以前嗆過我的人 會跟我說以前還在笑你 結果沒想到現在可笑的是我 小丑竟然是我自己 他們自己其實心裡知道 所以我覺得 可能現在心嗆你 或是剛翻講的小粉 他們現在是這個樣子 不一定他們一年後兩年後 會不會變成 我剛剛說的那些清醒的人 假設如果你今天做為一個台灣人 你生活在這樣的環境 我相信很多人一定也是 被這樣洗腦的 另外就是說 這個你的芯片不到幾天 不到十天嗎 差不多不到兩個禮拜 哇 已經一百多萬 那這個叫做 腦羞的就洗腦歌啊 當初怎麼會想到做這首洗腦歌 當初會做 想要做這首歌拍這個MV 很多很多事情 我喜歡玩音樂 我喜歡彈鋼琴 然後我以前也是學電影的 所以這兩個東西 跟MV還有歌曲都是吻合的嘛 然後再加上我自己又是做實證 這也是吻合的 然後習近平這三 他已經開始在抹去 大家過去三年的集體記憶了嘛 就是不想要討論封城 不想要討論什麼大白 那我覺得2022年 把中國2022年 甚至這三年發生的事情 派成一個MV 寫成一首歌 讓大家不要忘了 習近平這三年 對台灣 對國際上 還有對你們中國人民 做了些什麼事情 我想留存一個紀錄 雖然牆內都被散光 那你翻到海外 你可以透過這個歌 去告訴可能下一代的孩子說 2019年到2022年發生了什麼事情 中共對於娛樂滲透啊 或是你們這些網紅 也是滲透的很嚴重嘛 對 那你有聽說 有人也因為這樣子被收買嗎 或者是說 可能才有壓力啊 那慢慢可能轉向的 這個你有聽說嗎 或是自己 這個其實 大家心照不鮮啦 只是說我們沒有一個實錘的政區 因為其實中共不會笨到 真的留政區給你抓啦 那其實像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你開直播斗內 那很簡單啊 我中共的人或是小粉紅 或是帶任務的那些黨支部的人 我透過第三方美國YouTube 給你搭賞你 我說你今天來幾點開直播講什麼 然後我會搭賞 譬如說10萬給你 那10萬我透過YouTube給 會被YouTube抽嘛 那這個抽了透過YouTube 就是YouTube給你的跟我無關 那就等於是美國給你的錢 不是我中共給你的 那你在法律上你就沒有責任 所以其實這就是其中一個手段 當然還有其他的 中共不會笨到我 我直接拿錢給你 就是白手套嘛 那你自己覺得就是說 但是中共對台灣的這個 分化滲透啊認知戰 其實是達到也是最高點啦 但是因為認知戰聽久了 可能大家已經麻痹了 對 沒錯 那你在做政媒體的期間 感覺到說你每天喊的 反共或是中共有多邪惡 那你自己對應到台灣社會 你得到的這種反饋也好啊 或是一般青年輕人 他們怎麼認知 覺得認知戰你這樣喊有效嗎 我覺得台灣對中國來說 對中共來說 我們就是在打 真的就是像你說的超限戰 他們造謠 他們放出100條造謠 對他們來說沒有影響嘛 對台灣的制裁 對澳洲的制裁 他們可以損害自己農民的利益 損害自己中盤上的利益 然後來換我們這些人 因為他們 他們要制裁我們 或制裁澳洲 他們自己的商家也會受到影響 當他們商家沒有選票 也不能反抗 不敢反抗 當我們的商家 會去怪我們的政府 或是澳洲的那些 部分農民也會去怪澳洲的政府 那下次的選舉 這些人 這些政黨就會少了一些票 你只要少了一些票 對於中國來說它就是小贏 但這些中國的百姓來說 可以犧牲掉沒差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公平的戰爭 習近平這次是三連任嘛 他第二連任的時候是2018年嘛 18年他那個時候就改憲法過憲法 確保他是第三連任 那我們可以分析一下 習近平第一連任在做什麼 第二連任的任期在做什麼 第三連任的任期又在做什麼 好 2018是習的第二連任 那2016是我們台灣換屆總統 那習近平是2018 那我們可以發現 如果是特別針對民進黨的話 習近平早就在2016 對台灣所有的制裁斷中客 但是斷中客制裁是2017 2018 甚至2019年做的事情 當習近平確認他要三連 修改憲法鬥掉胡文派的人 就是起碼第三屆不會是 那個胡錦濤指派的人 或是江澤民指派的人當選 那我再開始對台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這是習近平的政策路線 這無關我們選馬英九 或是選蔡英文 他第三連任已經確定鬥掉團派了 那我們可以從他2018到現在 他很多政策都是針對歐美 針對台灣 包括軍武 軍備 還有任何的對台灣的制裁 任何制裁 我們可以發現他想要跟西方脫鉤 他想要跟俄羅斯 他想要怎麼樣怎麼樣 他對台越來越多軍演落台 你說在2016 2017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根本就不知道 也不常聽到說什麼共機落台吧 那2016 2017是蔡英文執政 那為什麼18年19年之後一堆 這就是習近平要對台動武的下一個階段 所以意圖根本不是在說你選不選國民黨 但是你怎麼看 因為現在很多的台商私下其實都在喘 就是說現在去大陸承接其實是收到最低盤 你有沒有聽到類似相關的 我覺得是這樣 如果是第一批第二批早些年去了台商 那他們現在回來我覺得 可能回來反共或是不滿共產黨 我覺得情有可原 你因為你第一次被騙 第二次被騙情有可原 但是當前面有很多人已經被騙 已經跟你講了 你這次還要再去 那你以後有任何的損失 請你自己承擔 我們不會下去同情你了 因為前面一堆例子擺在那邊了 然後你也知道說你要去接低盤 那就是你自己已經知道你在做什麼事情了 那你要承擔了後面帶來的風險 是誰讓他低盤的 怎麼造成他低盤的 中共這個體制 那你接盤的哪一天會不會也迎來這個局面 這也是你要承擔的 你在中國賺快錢或是走後門 然後讓你這個工廠怎樣怎樣賺很多錢 那個其實很快很方便 但是這是雙面刃 這是人質社會 它可以今天要你好就好 明天要你死你就死 所以我覺得這個台商自己到時候被鐵拳了 不要過來哭 我不會痛擊你 但是你自己觀察 我們現在台灣的這個現在情況 到底有沒有因為大家對認知戰 或是中共的滲透 或是中共的邪惡 有沒有比較清醒 你說台灣人 對 或是你有看到台灣有沒有哪些真的 你覺得看了也很憂心的部分 我覺得全民意識是有起來的 雖然可能有些人 我們不要 常常會說我們不要去 所謂的激怒中國啦 也要怎麼樣 但是我相信這些人真的中共打來的話 他們還是會拿起槍去上的啦 但只是說我們可能要先第一波第二波 他們才願意去上 但我相信台灣人面對困難的時候 像是地震啊什麼的 我還是可以看到台灣人的善良跟團結 我還是對台灣人蠻有信心 因為畢竟如果台灣人的主流名義是想要統一的話 今天的執政黨應該是白狼 統促黨 對啊 所以我覺得對台灣報使者一定的想法 然後其實很多所謂表面上舔共的 youtube或是一些直播主 他私底下非常的正常 知道一些就是真的私底下就是 為了為了 蛤啊 對啊 你是台派你是台獨 你中華民國派了 你是華獨喔 看不出來耶 但是節目出現的就是比較親中是嗎 就是對很荒謬啊 然後可能他自己子女也在歐美 或是家人在歐美 啊知道啦就是賺那邊的錢嘛 他們那邊的市場賺一下 沒差 反正你稅有繳繳到我們台灣就好了 所以你研判意思是說 乍看好像很多親中派啊親公派 但是習長可能他們投票的時候 也是知道誰比較能保護台灣嘛 對啦 他們也不希望中共那麼快倒 因為還有錢可以撈嘛 但他們也不希望台灣整晚被捧去 他們也沒那麼傻嘛 他們自己就是體制內的人 他們知道拿過去 他們也沒有好下場啊 我是這樣看啊 是 好啊 那今天謝謝八九 謝謝謝謝 最喜歡的食物是什麼 食物喔 薯條 麥當勞 那最討厭的食物呢 肉桂 最喜歡的電影 最喜歡的電影喔 那我就講最近的啦 捍衛任務 最喜歡的歌曲 當然就是腦羞啦 對啊 最近很紅欸 有偶像嗎 偶像 偶像呢 小時候的偶像是任前期啊 然後中學之後是 國小高中之後是周杰倫 有座右銘 沒有座右銘 座右銘 打倒共產黨 好不好 我最喜歡的 有座網 或是 有座網